买的第二拨东西到了 有给我买的 有给宝宝买的 就是没有给老公买的 我现在真的感觉 以前生孩子也没这么麻烦 现在就感觉要个宝宝 要准备好多好多东西 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好多在路上 还有好多还没买 因为等着后面大肩双十一吗 太头疼了 这是个宝宝为主 我看着宝宝的一些小东西 感觉好可爱 给他买了个小小围灯 跟着小老虎似的 反正这些都得洗 我就直接摸了 这是买的口水巾 好想吃 这个料还行 还有宝宝的玩具 我现在还没有看 然后这是个黑白卡 这个卡片有点小 我感觉应该买的大一点 这个样子 小时候我的玩具就是一个波浪骨 一个小青蛙 就上弦的那种小青蛙 好像带有个洋娃娃 就感觉自己没有什么玩具 现在小孩就是啥东西 这个是不是你的螺丝啊 嗯 这个是买的一个沙发 沙发垫 就是大家家里边如果怕把沙发搞脏的话 你可以搞一个 这个超便宜 小猫的 怪不得现在都说养娃费钱了 还没生就各种检查 各种买东西 哦 这买的那个桃子水 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反正是那个背心的 就是看网上色评说还可以 还给买了护臀膏 浮出油 擦脸的面霜 还得买洗发 洗发沐浴 反正比大人还精致 哦 这个是冲洗器 这个也不知道需不需要 反正先买个背上 这是买了个月底服 然后这个是一个粉色的 还有一个黄色的 买了两套 我感觉他家6块钱 然后这一套才18块钱 就纯棉的 我感觉还挺好的 就这个样子 有好几个颜色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黄色 一个粉色 然后这还有个好包 买的一些衣服 我倒了 买的关琴总盖 真的好可爱啊 给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啊 老高 小小的 这是个半背衣 长袭的 就感觉小小的一点点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这也是半背衣 这个好像是52码的 这个就小 好可爱啊 这些当时都得洗洗 就拿出来了 这还有一个小棉袄 是大一点厚一点的 就是冬天可能会出去 打针下来 就穿厚一点 买了个 十月结晶的 护理店 还有一大包 高纸 这就是 今天到的所有东西了 明天又得取一顶快递 想想 天天 要买好多东西 我都头疼了 好 谢谢大家